比胖的 比可爱的 比慈悲的 所以 如果人家说你长得胖比较可爱 那你就吃胖一点 因为人家喜欢你这个样子 因为给人家一个安全感 柔软 慈心 所以弥勒菩萨说 见我得欢喜 消除称慧心 而且弥勒菩萨最圆满的戒律 我成佛时 一切众生 得不食肉介 太慈悲了 成佛的时候 没有一个众生会吃肉了 那个世界 平等和平相处 没有动物会去杀小动物 没有人会去杀动物 也因为这样那个世界 人的寿命都是八万岁 那个时候不需要医院 不需要警察 所以我们叫人间净土 和平的世界 所以很多人都发愿 愿参与龙华三会 所以能够 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 那下一个佛是弥勒佛 那我们希望下回弥勒佛 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来参加好不好 就三会里面 我们也能够参加 照相的人不要用闪光一直拍着我 我每次都跟他们交代 法会开始之前 要拍一下 请拿出来拍一下自己 千交代 万交代 反正等于没交代 一切也靠自己 所以各位 这个人要有智慧跟慈悲 就是说你做什么 不要去干扰到别人 你要记住这个话 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 你要去评估你这个音调有没有太高 或是太小声 那这个叫修行 修行这个空性 就是你跟周遭的关系 你讲非常和谐 没有冲突 现在我们的长相跟别人有一点冲突 长得不好看 有一点忧郁症的脸 这个就是你的心态 跟很多事情不和谐 喜欢那个 不喜欢那个 所以你的相 就会有一点冲突了 或是你已经不太管别人了 那你也可能在路边 没穿什么衣服走来走去 已经不管别人 达到无我的阶段 那叫精神病 所以那个都不行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故意在身上吃个什么 然后故意就不穿衣服 你看我这边吃什么 那个就太凸显自己了 甚至有一个菩萨说 师父我吃的是 那我说你不要洗澡好了 放在心里 不是刺在皮肤上 所以表现在你的行为上 我想 当然我这样讲它 只是因为我知道它刺这个 是有一种凸显自我的动机 所以我会这样讲 也不觉得每个都如此 以前老和尚都会刺着 一心念佛 因为他提醒自己 就像我们烫戒巴 就是这个意思 提醒自己要奉献 把自己的身体肉体奉献给众生 提醒自己 既然烫了戒巴这么痛 就像年轻人 有人失恋一次 就烫一个烟巴 那你既然烫了 下回又去谈恋爱 真笨 你要烫几根呢 所以因为爱情最后都是苦的 我想用各种方法 在佛教里面 各种的修行 叫我们提醒自己 对三宝的这种虔诚 信心感恩 对众生的悲心承担 对自我的进化 调伏自我 所以各位呢 我们发了发心菩提 第二个就叫福心菩提 你要用一大二生气节去降伏自己 所以念一下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初道菩提 圆满菩提 我们叫五菩提 这也就是五种资粮 那你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那发了菩提心 圆满菩提心的敌人就是自我 所以你要利用各种的机会 去降伏自己 去征服自我 最后你才会证得 所谓明心菩提 那就是八地菩萨 空性 那明心菩提人有空性的 那你才真正在行菩提 菩萨道叫初道菩提 那你这样 一直从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十二地成佛了 叫圆满菩提 所以各位 要不要成佛 不要了到楼下坐 因为法花经 妙法零化经 那只有我一个法门 就是不管你是修哪一秤的 你都可以成佛了 那华严经就教我们成佛的次第了 仁严经就教我们断除我之烦恼的方法了 那我想 每一部经典 它是希望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成佛训练班 好不好 要不要报名 先去参加两期训练再来 我师父说 你要成佛 那么就开始扫地了 开始扫垃圾了 开始逼到你呱呱叫 因为我师父是军人出生的 然后我爸爸 我爸爸是日本第一教育出生的 逼得你团团转 但是不如此就没有办法 所以各位要 你也讲严实出高徒 中国人这样讲 我们佛教里面讲 善知识 所有都来自于善知识的加持 所以我想各位 你穿个衣服 探个头发 吃个饭 拿个筷子 都要有人指导你的 不然你做不好 就像我天天在录影 我还请有一些专业人士在看 海道法师表情可以吗 声音可以吗 穿衣服可以吗 讲话 古语标准吗 内容可以吗 你要要求自己 你不能说 反正我都是最好的 谁敢批评我 那你就没救了 所以各位呢 我们是假的 这没有一样真的 摄影机也是假的 荧幕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假的 做得最好 能够去利益众生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爱面子了 如果你爱面子 怕人家说你 还是说有一种人最难度 什么叫最难度 你不能跟他讲真话 不然他会退转的 他会翻脸的 很难 很难 就像达摩祖师最直了 梁武帝问他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达摩祖师 实无功德 那梁武帝又站起来 话不投机 退价 把他赶走了 到了经过好几年 传过来 听说河南有一位高增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一听 然后他就跟保智禅师问说 保智啊 听说河南有一个高增 大家尊敬他 哪一天把他请到皇宫来 你知道是谁吗 那保智禅师说 皇帝你认识他的 九年前你跟他见面 被你说退价的那一个 当然梁武帝还有九 他不会翻脸 他马上问保智禅师 是吗 那个时候我问他 有没有佛 他说没有 这个人怪怪的 然后我问他说 那你存不存在 也没有 那个时候保智禅师 跟佩佛 达摩祖师 正的空性来说 我都不存在 佛骗一切处 所以当然有智慧的人 一点就通 那站在执着一个 有的梁武帝 哪有没佛的 哪有没你的 那你忙什么呢 我们拜什么呢 能理所理皆空极 对不对 佛也是空性 我们拜的佛 跟拜的我们 都是无我的 这是最高的礼佛 所以当然 因为如此 哇 那个时候梁武帝 才从心里面 这个叫因缘成熟了 那九年的功德 终于消业障 你没有累积福报 消业障 你也看不到空性是什么 然后终于保智禅师 点了梁武帝 什么叫空性的道理 达摩祖师 他只是留下这个缘吧 所以我想 能够当他梁武帝的布施 能够碰到达摩祖师 碰到弥勒菩萨 实现的富大士 能够碰到佛陀化身的 宝质禅师 他福报大不大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不断地累积质量 希望我们能够得益 善之士 我们今天台北生命道场 有一点急 代表大家 不错 正法来临 再来我要去美国 那就一点都不急 在加拿大还有一点急 荷兰就没什么能急 然后去法国 去法国也没讲给法国人听 讲给中国人听 但是也好 对华人用嘴巴讲 对外国人用心讲 就回向给他了 转化 所以我也相信 只要我们很努力 所以一直累积很多的 听一下 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 那这些资粮 我们回向法界以后 这个资粮能不能带去 对 可以带到美国 可以带到英国 可以带到地域 透过你 欧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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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融入地域到 恶鬼到 所以生命的本质是苦的 但是唯一活的意义 就是能够对别人 有一点帮助 就像这个人生病 有一次我去问一个老和尚 他病得很痛苦 然后我们这几个人 一直跟他念咒 念咒 老和尚他不喜欢念咒 但是因为他痛了 我说老和尚那就 换个频道 你已经念佛了 那我们念咒 结果念一念以后 他说 你念的时候 不感觉到痛 有用有用 我都差一点哭了 太好了 我活了还有一点用 佛法不可思议 所以老实讲 很多信心是来自于 我们对人 所产生的信心 当你去付出 产生信心 所以我今天心情还不错 因为我妈妈现在刚出院 所以本来我跟大哥两个人是开完会的 宣布姻缘道 两个人朝那个方向在办事 对我妈有一点不好意思 所以就想说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就朝这个方向在办事 哪里现在哪里知道 大家功德那么大 每个人都就给他祝念 包括我们 瑟拉切海内外 还有很多人 我们大陆的这些菩萨 知道以后 海涛法师 他妈妈生病快走了 一起念 念到活过来了 但是 我的想法 佛菩萨安排 我妈妈这一次没有走 她活下来 意思是 她要来吸收佛法 前一阵子 她只是为了自己肉体的 那是世间的福报 因为这次在医院 她有一点 那一天精神好 哇 看着生命电视台 一直看 还跟我弟弟说 你都没有护持过 我想我妈妈开悟了 然后还有人 去看我妈 她竟然拿红包给我妈 基本上是 不需要 但是人家尊敬 你是海涛法师 妈妈 然后她拿了红包 不太笑放着 然后大家人走了 然后我大哥突然打电话 她说妈很奇怪 刚刚人家供养她的红包 居然 微笑拿给我 这个生命电视台 我都我妈开悟了 生完一个大病以后 开悟了 终于有胆量了 为什么 因为胆割掉了 世间的胆不见了 跑出一个佛法的胆出来了 她居然要供养 我第一次听到的 所以 所以人不可思议 我的爸爸一样 自杀没死 对不对 自杀没死 变了一个温柔吃素的老人 变了 变到我妈妈都还不相信她 不可能她会翻脸的 所以我妈妈 我爸爸从自杀以后到往生这十二年 没有骂过人 没有翻过脸 好像变一个人一样 所以人会变的 不好的阿育王会变成好的阿育王 对不对 所以人都会改变 对我来讲 你也讲三宝加持 佛法不可思议 所以就像我妈妈 癌症变好了 对我来讲 我就决心出家 太好了 佛法太好用了 医生明明是说 没有用了 因为仪障碍不行了 不行 你开刀就没办法了 他说我们读地藏经 法院 可以活下来 所以 这一次当然我希望我妈妈走 那也不是说我自私 因为我觉得她已经老了 不方便了 如果能够就这样走 那对她是好 其他的我们来努力 对不对 但是当然这个是好心 她不见得了解我妈的心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 让我更尽力 因为只要我妈妈在 我永远心就 时时刻刻就挂在她身上 但我知道我不能执着 但是我必须 对我妈妈的心态 去对待任何一个生命 我就告诉她 一定要这样做 我不能有一个私心 但是妈妈爸爸 才会让我们强迫 我们去慈悲 因为对别人 你可以说 我帮你回向 好 没事 因为你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但是妈妈生病就不一样 你会一直打电话 去问 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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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我在法会开始我就问 法会中间我就问 然后当然对自己也很好 以后应该用这个方法 去关心每一个友情 对不对 去关心印尼的选举 去关心美国的内部 对不对 去关心这个世界上 特别现在有网络 有这么多苦跟热 都在看到一些现象 所以这些热 这些好事 我们随喜它更好 这些苦 我们要承担 要尽力 那只狗又受伤了 那个地方又爆炸 那个地方又有人在生病了 所以我想这个缘起 无我 那就了解 佛教里面的真正的目的 告诉我们 没有这个我的存在 只有众生 没有我 众生好 我才好 母亲离苦 我们才离苦 所以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那只有众生 不能只有嘴巴讲 要获唯一的 就苦就难的行动 那究竟帮助众生 在不离开大悲的 救苦的行动里面 所有资粮 回向成佛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有些人说 我发菩提心 但是他舍弃众生 他每天就忙着 在念佛 诵经 修以鬼 闭关 为了成佛 但是他没有众生 这个叫言诀 虽然他不是真正的 菩提心 因为他舍弃众生 所以有一次 魁吉大师 去拜访 道先律师 道先律师是 持戒持到天人 都来供养他 供养他 结果 道先律师在中南山 各位有没有去过中南山 下回一定要去 里面有仙人 活到两百岁 我还认识一个 活到一百四十五岁 看起来像六十岁 走路比我们快 等等等等 所以很多台湾法师 也去中南山 去那边是仙人修行之地 道先律师就在山上 所以我们中国人 称为戒律的祖师 他每天日中一时 永远那三件衣服 持戒 因为这样天人 每天都来供养他 所以持戒人最有福报 有一天 魁吉大师 魁吉大师是玄奘法师的弟子 魁吉大师 魁吉大师也是入定 然后玄奘法师请他出定 不要为个人修行入定 所以他就投胎来 做玄奘法师的弟子 玄奘法师从印度 回到长安的时候 他知道说 这个弟子跟我讲好 要来投胎 到底投在哪一个家 搞不清楚 原来是投在一个宰相家 后来又来跟玄奘法师出家 成为为世中的祖师 为世的祖师 当然这个魁吉大师 前世就是一位高禅定的 这一辈子又走路菩萨岛 所以他是有很厉害的 但是他也知道 中南山有一个道先律师 哇 连天人都来供养他了 所以他要去跟他参访 参访 住在一起 所以各位 哪一天能够跟这些祖师大德 住在一起 那那个贾持力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们很可惜啊 只能听听故事 听听故事 有机会 各位一定要 这些大成就者 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因为那种深教 不是从书上听到 能够了解的 这一点我真是有经验 所以 那 魁吉大师来了 到了学院里是很高兴啊 哎呀 今天天人要来供养我 哦 我要请天人供养两份 听说这个魁吉大师 也是个修行者 能够 供养魁吉大师 天人功德更大 结果在那边 登登登登登 老半天 已经过了中午了 天人也没来 对吧 两个人都饿肚子 那饿肚子的时候 然后魁吉大师走了 然后那道先律师 奇怪 今天天人怎么没有供养 那个时候天人才来 他就问天人说 刚刚有大菩萨来 你们不供养 然后这个天人说 哇 进不来呀 平常我们来你这边 哦 好像就是有光 有慈节的光 结果这个魁吉大师来的时候 哇 我们看到外面 都是最大的护法 就像说 总统来了 台北生命到场 我看你们进不来的 身体检查 所以进不来啊 哇 那个时候 道先律师跟 哎呦 这个魁吉大师 真是有修行 那个护法神满满的山 连天神都进不来 那当天晚上 魁吉大师又来了 他要跟道先律师 睡同一个房间 互相学习 结果隔天早上 一睡醒 道先律师就用 魁吉大师 睡得好吗 不能睡啊 不能睡啊 吵得要命啊 这怎么一会 怎么会呢 我昨天晚上 知道你来 我还特别安定的 不敢上厕所 怎么这么吵呢 那各位知道了 古时候的人修行 很精进的 所以身上一定有跳蚤了 晚上 因为道先律师 本来在身上有跳蚤 他捏了一两只跳蚤 把他放在地上 结果跳蚤丢在地上 腿断了 结果呢 所以魁吉大师 昨天的两只跳蚤 腿断了 叫到天亮 很吵啊 很吵啊 道先就起来 跪魁吉大师 大师大师 悲心无量 对道先律师来讲 他只是把道上拿起来 没有弄死他 对不对 放在地上 但是因为这样 腿就断了 魁吉大师都可以听到 这种悲心啊 没办法修 这两位都互相随喜赞叹 刚才一个词戒 一个是舍弃 甚深禅定 投入人间来弘扬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 那这个都是我们能够学习的 参访的对象 那现在我们要按照 念一下 普贤十大愿 上供下师 念一下 一者礼经诸佛 进来我们叫礼佛拜佛 二者称赞如来 所以最好每一个佛菩萨 就写一个赞叹记在他后面 好不好 弥勒菩萨的赞叹记是什么 不动佛的赞叹记文是什么 那这样我们就称赞一下 三者广修供养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十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等一下要跟我们来拜拜三十五佛 好不好 五者随喜功德 我们要随喜所有三宝 世间善法的一切功德 我们今天要来随喜 世拉切佛学院 精进修行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那我们今天来读读怀炎经 好不好 一些精髓啊 甚至每一个佛 都在跟我们开示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修行修道 看到佛在跟你讲话 好不好 佛有没有在跟你讲话 妈妈永远给你洗洗量 佛不可能不给你开示的 只是你要不要听而已啊 所以各位偶尔要去 去观想佛在给我们开示 善知识上师在给我们开示 所以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视 希望佛给我们开示加持 永远不离开 好不好 永远待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各位要修上师一切啊 还是念佛三昧啊 一心一意 不作三昧啊 阿弥陀佛在给你开示啊 八者常随佛学 那我们按照一教奉行 按照佛所做的开示 还是经典一教奉行 更重要了 九者横顺众生 那我们所有的修行是为了利益众生 各位要学好 今天你读一部经 下午就很想推广这部经 跟人家说 今天你在这边听到了 你觉得很好 很多人很慈悲 那句话很好 他马上上脸书 就出去了 透过这样 把今天发挥的一点精髓 马上跟别人分享 甚至现在脸书很方便 直播 马上有人拍就出去了 可是有时候我都拜托 你要拍我就拍得好看一点 模模糊糊的 声音也不标准 所以各位意思是说 要专业啊 要专业 所以马上就传播出去 横顺众生 我们所有的一切资粮功德 都是为了妈妈 为了妈妈 再来普接回向 那有些众生我们接触不到的 但是我们要回向 回向地狱道啊 回向那些蚂蚁啊 可怜的众生 所以愿三宝加持 四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河沙 摩河布罗布罗蜜 所以我们祈求三宝的加持 让我们能够去圆满 《华言经》的精髓 从世间法的十波罗蜜 十供养 十善业 十波罗蜜 一直到成佛 真实去实践 那我想什么叫空性 空性就是 你对所有众生的苦 就连在一体 因为众生才是我 没有我单独的 唯有众生离苦得乐 那我们呢 才得以自在 那要让自己保持在这个心态 我们有简单的下诗 特别这边是老台北 淡水河边 这边有很多杀鸡杀鸭杀猪 好 大家请翻到二十八页 我们再念一下 诗诗咒 我每次都要各位念这个咒 因为佛陀说 会念这个咒保证成佛 如果你会念这个辨诗咒 无量未得自在光明 陀罗尼 你不成佛 佛陀说 他说讲的经典 一无是处 意思是说 要我们慈悲 慈悲最重要 而且这个咒不是光下诗 释迦牟尼佛说 你要供养诸佛 你要供养护法诸天 你要供养鬼道六道众生 都是念这个咒的 所以佛是没有分别的 佛不会说 你供养我念这个咒 你给鬼道念那个咒 鬼都不高兴 所以同样的食物 都是要拿来上供下诗的 无有分别的 要做到如此 所以众生皆有佛性 对不对 一直跳蚤 一直蚂蚁 它本体跟佛无有分别 都有如来藏 所以你去杀一只众生 是不是在杀佛 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去伤害众生 因为伤害众生就是伤害佛 帮助众生就是供养佛 所以了解如此 所以我们来念这个辩识咒 令诸佛欢喜 众生离苦 欧阿吾 欧阿吾 便是做 那么少我当大一度 我日子地 我三分来 三分来 何 那么少我当大一度 我日子地 我三分来 三分来 何 那么少我当大一度 我日子地 我三分来 三分来 何 功德我们再念一次 因为很多人很熟了 很多人可能没念过 念这个辨识座七颗米 点一个甘露香也好 我们月底要去美国 拜托人家寄了很多香 寄过去了不知道进得了 进不了我们行李还长很多的 要去美国做一天共 哪怕点三只香 很多地方似乎不能点香 我已经叫人家买好麻油了 麻油一倒在石头上 哇香啊 反正香就好了